因為我們看報導裡面 聽說林明佐這個警官 他是很低調的 他非常低調 因為我這幾天打聽了 就是起訴之後 我這幾天打聽了 就是問說 有沒有聽說過 就是事件爆發之前 有沒有聽說過他跟徐培經有地下情 他們都說沒有 可是他們知道說 林明佐跟他的 目前算是前期的 那時候一直處於要 可能快離婚 快離婚的分居狀態 他們只知道這個 所以林明佐隱藏得非常好 而且他對於屬下方案都是非常嚴格 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人才敢私下跟我抱怨 之前不敢 可能你報表一個數字不對 就把屬下罵到錯頭 是可以去告妨害名譽的那種辱罵 對 對 然後 也有媒體提到 他就是 兩年只辦過一次 那個聯儀會 就是犯局 就是 他不會想去跟別人都做結束 然後可能慢跑 也是慢跑完 就回到自己的房間 自己的辦公室把自己反鎖這樣 對 可是這麼低調 不太像警戒的作風 你知道我認識的高階警官有沒有 我會講手會淩步會跳 我跟他的吃飯的經驗 他是跟媒體會很親近 可是那種親近就像是 怎麼講 現在感覺起來可能有點目的性 就是大號關係 他很注重自己的考基 自己的成績怎麼樣 然後他也會去要求屬下說 你這個 如果沒有跟媒體報 那你為什麼要報 為什麼要辦這個案子 又沒有曝光度 成績也不怎麼樣 如果他就是凡事都要第一名 他不要第二名 他就非常嚴厲 然後 那時候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他是不是到台中事情大的時候 然後被徐培經吸收了 才轉為這種形式作風 因為他可能對任何人都不信任 又因為可能自己做一些 淺不得光的事 對 所以才導致說他不信任任何人 可是其實不是 他好像從以前在各縣市 就是任職的時候 他都是這種形式作風 那這麼說 林明佐他是有婦之夫 對 那根據媒體的報導 他要跟他老婆原配離婚的時候 那兩千萬的散養費 還是徐培經出的 是 他那時候 起訴出你們好像是說 他老婆提出的離婚條件 就是要兩千萬的散養費 然後 後來 他可能林明佐去跟徐培經開口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其實講到這個 徐培經 當初在 他被 他被查的時候 他被 他被 以三百萬人交保之後 他有發一個聲明書 就是說 他跟林明佐沒有男女之情 大意大概是這樣 可是 其實 林明佐在 在起訴裡面 林明佐好像就是跟 就是有 有認 對 然後 剛回到那個散養費 然後 徐培經 借了兩千萬給林明佐 然後林明佐 再把這個兩千萬 拿到 他一個 認識的一個律師事務所 有那個律師 再把 這個兩千萬 給轉交給他的前妻 這樣子 OK 好 那還有一個 重要的關係人 史正康 是 據說他在媒體界是赫赫有名 對 因為赫赫有名 他以前 以前他在跑 他當初是南投的 T台的 電視台記者 那時候T台 就南投就只有一個人 所以 他需要 很多事情都是他親力親為 據說他的個性就是 比較海派 比較容易 跟別人交朋友 然後也很認真這樣子 所以他那時候 就 認識很多南投當地的一些角頭 然後後來 因為 那個錄影帶事件爆發 周正寶 周正寶錄影帶事件爆發 那時候 反正 檢警就是後來查出 他就是幕後的長進人 就是史正康去拍那個 槍下的 周正寶 周正寶槍下的錄影帶 周正寶是什麼案子 忘記是幾年 反正就是那時候 然後 南投一些角頭 因為 因為 沙市場的生意 鬧得很舒服 對 所以 跑到台中市區的一些 對方的地盤去掃射 然後後來周正寶是其中一個角頭的小弟 然後為了向另外一邊槍聲 就拍攝了持槍 又威脅對方的錄影帶 對對對 那時候 那時候 錄影帶 是由T台獨家掌握 可是 為什麼他獨家掌握 後來發現是自導自演 後來大家發現 這要說自導自演 反正史正康是他的 長進人 對 欸 這個佳陽 是 地方記者的特派 聽說在地方是很威的 可以橫著走的 以前是這樣 你有看過怎麼樣的地方特派 多威嗎 會叫局長進來立正啊 記者叫局長進來立正 對啊 有這麼胖 很胖 憑什麼 憑 憑他覺得 我可以用筆斜死你 差不多 因為他可能覺得那個吧 局長 凡是沒有照到 就是沒有達到他的要求 或是沒有照到他的要求 反正以前 就是 三權之一嘛 以前媒體就是 真的權力很大 欸 那史正康的背景聽說也很硬 史正康背景硬 他的連經是 目前是 某個地檢署的檢察長 反正他的 他的司法界的關係就很不錯 好 然後他岳父聽說也是政界的 對 他岳父也政界 然後最後史正康變成他們的軍師 其實史正康是怎麼到陳正谷那邊去 他中間 應該說他 因為周正保事件被革職了 那之後他 去了南投 某角頭的沙石場工作 可是之後再輾轉幾年 中間怎麼樣 怎麼到陳正谷那邊去的 沒有人知道 OK 所以他們的關係目前是個謎 滿謎的 那以目前辦案的進度 你覺得這些人會被重判嗎 因為你知道台灣賭博罪 詐欺罪 基本上 判刑都不中啊 如果光是 光是 博弈集團這一票人的話 他們的罪行可能就是真的不中 因為他們 賭博罪那些是眾所做事 但都不中嘛 其中可能收賄賄賂 這個可能會重一點 對 但是他們這一票人都還好 可是 最嚴重應該還是就是林明佐 林明佐為什麼比較嚴重 因為他收賄啊 可是他如果他這4451萬 吐出來 有沒有辦法換到認罪協商 沒有辦法 你不法所得是一定要跌吐出來 他唯一有辦法 減輕行責的方式就是 把其他人供出來 把所有的犯行供出來 目前啊 黑白兩刀來講 我聽到的都是認為說 他不可能只有捂這麼一點錢 他實際上能查到的 可能 明目上也就是這一點 可是你可能 暗地裡啊海外啊 就絕對不止這一些 因為他目前年薪來講 是160萬嘛 那他前期 也有將近100萬 所以他們夫妻所得 其實已經不低了 所以要打動他 不太可能 這一點錢就能打動他 對 4451萬算這點錢喔 嗯 以他能 能伸 他的魔爪能伸到的地方 這點錢其實 不多真的不多 像現在這樣 囤我犯罪在台灣多嗎 我這麼說好了 你當記者當那麼多年 有沒有 類似這樣的人 跟你們接觸 多少還是有 會有希望說 一些地方的賭場 會希望我們去幫忙跟警方 打招呼嘛 一起吃個飯嘛 對啊 就連我們 我們民不見經傳的 他們都願意 還會再給一點feedback 對 連我們這一點小人物 他們都願意這樣做 何況是 你能 你是一個局長的大隊長 一個行事局的大隊長 對啊 那 他是可以左右 就是左右 然後 偵辦方向的 那個就很不一樣 OK 對啊 所以你剛才提到feedback 有什麼樣 誘惑過你的feedback嗎 我聽過一個故事 一個老 一個非常有備份的 老資深的 這個社會記者 他說呢 他們以前的工作呢 就是 都是晚上工作 OK 然後呢 就去酒店喝酒 那第一拐呢 就是跟警察喝 然後呢 喝到一半呢 警察就會逐漸一個一個一個消失 然後就換兄弟進來 對 然後繼續跟兄弟喝 然後喝完走人 反正就是兄弟會買單 而且他們還會給保護費 是他們給記者保護費 黑道給記者保護費 對 黑道給記者保護費 主動給不是我們需要 好 可是那都是以前的事情 現在沒有了 現在都沒有了 好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身不逢死 有一點